人究竟为什么会相遇呢? 如果相遇是因为有缘分的话 为什么又会最后要分开呢? 是不是真的有一条看不到的线 把两个人连在一起呢? Mary和Peter已经拍了胎一段时间 他们两个已经准备要结婚 Peter真的很爱Mary 但Peter就要去另一个城市做事一段时间 Peter就跟Mary说 你等我回来 我做完事回来 我们就会举行婚礼 Peter每天都在等 什么时候海外的事做完呢? 他就立即回来和Mary结婚 过了半年时间 Peter就在海外回来 自己的城市就打算 取引Mary了 谁知道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Mary已经和另一个人在一起 还结婚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Peter一直都很不开心 很不明白 一点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呢? 直至Peter有一天 遇到一位高人 他是可以看到因果 和看到过去 那位老人家听完Peter 说他和Mary的事之后 这位老人家就跟Peter说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沙滩上面 躺着一条女尸 有一个渔夫经过 他看一看那条女尸 就没理他 他就走了 一会儿第二个渔夫经过 这个渔夫见到这个女尸 真是陰功了 依不闭体地 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盖着这条女尸 然后他就走了 再过了一会儿 第一个渔夫就回来了 他的手还拿着一个铁铲 他就把这条女尸 安葬在附近一个地方 接着那位老人家 就跟Peter说 当日躺在那位女尸 就是Mary 而你就是第二位渔夫 你就脱了你的衣服 帮他盖住了他的身体 所以Mary为了报答你的衣服 他就和你度过了这段 很愉快的时光 但是他现在要去报答 第一位渔夫 就是后来拿过铁铲 帮他埋葬了的那位渔夫 就是Mary 现在的丈夫 Peter听完之后 就明白了 他当日帮那条女尸 他为了报答他 所以和他一起 令他很快乐 但Mary 现在要去报答 当日埋葬了他的那位渔夫 就是他现在的丈夫 其实人只是个驱寒 入住一个灵魂在里面 每一个灵魂都有他的能量 也都有他的前世今生 这个普通人绝对没办法知道 曾经过去发生过什么事 Peter和Mary的故事 不只是适用于男女之间 其实所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里里合合 都是因为缘分到 就相聚 缘分尽了就会分开 当你看到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一切的安排是很合理 我们觉得很难接受 里里合合 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过去 人与人之间 缘起缘灭 里里合合有时真的会令人很伤心 虽然我们看不到过去的因果 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 和接受每一件事发生 由去的原因 那我们就会容易些坦然接受 希望你喜欢这个video 请你like这个video 和subscribe我channel 多谢